火焰阻尚在施者中 祝贏宅 運氣差了小心處心的凶宅 凶宅 我相信大家都很害怕 但是不要怕 為什麼呢 看我們的這個來自新的事 你就會了解凶宅 而對付凶宅 今天我們請到一個 你看了以後 就算你住凶宅 你還是興趣很好 歡迎凶宅女神 突渡劉宇柔 喵 死貓的 你長期 而且保證你 越睡越冷喔 好心有時候會壞事 為什麼呢 社區的主委 花大錢 在一樓的中庭 蓋了一個免費的涼亭 誰知道 卻通往了臨界 從此你家 他家 鬼的家 都變成一家人 被青森兒子砍殺了一百多刀 你敢怒住嗎 接下來的故事 絕對會讓你覺得 非常的恐怖喔 搖啊搖 搖啊搖 搖到外婆橋 絕對不是你可以想像的事喔 你不想聯繫 你會想像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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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有買他的書啦 是 不要 可以... 我剛剛就打過... 打過東西好不好 好不好 不能虐待小動物 所以我打空氣可以吧 來 那個 喵 喵 屏東喵 屏東喵 知道屏東在哪裡嗎 對啊 不要再這樣子 後面那一位 對 後面那一位已經快昏倒了 你這個姿勢 來 睡之不良 夜裡會有貼心的女鬼 幫你調整姿勢 我的天啊 王大哥 這太噁心了吧 對 沒有錯 有一位啊 這個在公家機關上班的 這個年輕人 他二十郎當歲呢 充滿了體力 用不完的精力 後來就跟一大堆的同事呢 一起入住他們這個 公家機關裡面的一些 公家宿舍 他來了一段時間以後 他就覺得很奇怪的是 他為什麼都一戶一戶的搬走 就有一天啊 跟他一起睡在同一個 這個房間的這一個 等於說男同事 我看到一樣也是單身這樣 有一天傳來就跟他講說 我家裡有事 我要辭職了 我不做了 又不做了 我不做了 明天就不做了 好吧 年輕人沒有想那麼多 然後就一戶一戶搬走 到最後 以四戶連等所有都搬走了 所以整個附近的社區 就只有他一個人 剩他一個人 到晚上的時候就他一個人 不管他是個男人 然後再加上這個地方 是公家宿舍 所以事實上門口是 最外面的門口是有警衛的 所以他也沒什麼好怕的 後來他開始發現一件事 常常會有外面的一個小女生 大概年紀 大概十六七歲的一個 少女小女生 就會常常跑到他們庭院來玩 從頭髮到肩膀 然後還長得滿清秀的 那常常跑到這個地方玩 他沒有想太多 然後他只是覺得很好奇 一件事情說是 為什麼我們這個社區 在那個大門 然後走了一段路 到了我們這個社區 一個小門走進來了以後的 旁邊有一個井 然後那個井卻是用那個蓋子 把它蓋死 而且釘死 封死 他只是很納悶 他們要當作一回事 以下的場景告訴你一件事 你聽過三國演藝的故事嗎 三國演藝裡面 有一個桃園三節藝裡面 有一個賀斷長板橋的張飛 張飛有一個跟別人 不一樣的一個特性 他睡覺的時候 眼睛是髒得大大的 我剛剛說的這位先生 他睡覺的時候 眼睛是會打開的 就是打開一半 尾尾這樣 所以有些人 不 有些鬼 會以為他是清醒的 而且他看得到我 為什麼呢 因為一開始的時候 我不是說 他都常常看到一個 十六七歲的女孩子 在他的庭院走來走去嗎 結果那一位女鬼小姐 我講的那一位少女 其實她不是人 她是女鬼小姐 她就跟我們演的那個電影 真子迷咒一樣 她就用了一招 她就從那個井 蓋死了一個木頭 蓋在那邊定死的井 她就慢慢的穿著白衣服 爬了出來 為什麼要用這一招 這一招很可怕 然後呢 然後再把頭髮放在前面 然後就爬了出來 然後從井那邊爬出來以後 再爬向她住的地方 因為她住在二樓 所以她不爬樓梯 她直接這樣飄上來 爬到她的眼前 爬到她的床邊 她心裡想 我應該就是把你嚇倒了 你應該搬家了吧 她覺得很奇怪 為什麼這個男人都不動啊 一直靠到她旁邊的時候 才知道她為什麼不動 她眼睛閉一半 她睡著了 她根本就沒看到 你知道嗎 就沒有得逞 那怎麼辦呢 她心裡講不行 我一定要讓她看到我 我一定要在她確定 清醒的時候看到我 結果後來她做了什麼事呢 這個男的有一個習慣 就是說她吃完晚飯的時候呢 她會打個乒乓球 洗個澡 先睡一下 然後睡到大概十一二點的時候 再起來 再吃個宵夜 然後再去睡這樣 所以她就趁她吃完飯 運動完 洗完澡 準備要去睡的時候 她心裡想 你一定睡得不夠沉 所以她就背對著她 去坐在她的床的 那個頭的地方 坐下去 那個男的突然間感覺 我的床有那個 陷下去的那個味道 而且有一股冷氣 然後她就頭稍微轉過來 眼睛打開 然後一般的人 你都會好奇會起來問說 你怎麼出現在這裡 或者是說嚇了一大跳這樣子 因為她跟別人不一樣 她就是少根筋 所以她就頭稍微轉過來 看著她 然後眼睛就這樣看著她 看著她的背後就這樣撐著 她想看看她要幹嘛 她也不作聲 她也不出聲 可是她知道她在看她 兩個人撐在那裡就對了 然後你就看到一個 女鬼背對著她 然後她在... 我看你在搞什麼鬼 女鬼在等時間 就說她一定要叫我才要嚇動 她沒有反應 我就... 等了半天 她沒叫她 最後不見了 然後她還想了一下 她忍了 她還想說忍到哪裡去了 她一直在想 奇怪 我剛剛沒有眼花 她確實是坐在我旁邊的大海去了 這個女鬼心裡想不可以 我不可以到一個男人對不對 這樣欺負成這個樣子 你知道嗎 我不能這樣做 然後她後來就採取一個方法 不管她有沒有睡著 我就要出來給她看到 你知道嗎 從隔天開始 就算這個男的在看電視 他就在電視前面這樣走過去 飄過去這樣子 然後不管他在幹什麼 他就在旁邊 飄過去這樣 他覺得很奇怪 這個男的好像無動於衷 好像沒有把他當一回事 你知道嗎 然後這個男的一直覺得 心裡奇怪說這個女孩子很奇怪 她家人為什麼不好好管管她 跑到人家家裡來玩 她後來覺得很納悶 所以就打個電話去問她本來的室友 跟其他的人說 你們為什麼要離開 然後我說 最近很奇怪 我常常看到一個少女 還跑到我的床邊 坐在我的床邊 好像看電視的時候 前面這樣走來走去 後來這些人才跟她講說 你看到了 你不害怕嗎 她的跟她住在一起的那個室友說 就是因為親眼看到 這個女的從那個井爬出來 爬向她 嚇死了 而且她直接飄上來 逼近她的時候 她就昏倒了 所以隔天她就決定搬走 我不要住這個地方了 結果她問每個人 每個人都看到 她說沒有啊 你們是開玩笑的吧 我看到她沒錯 長得滿清秀的 而且十六七歲 而且也沒有害我 她也沒有害怕 她繼續住 然後有一天晚上 她就睡著了 她就大自行這樣打開這樣睡 她睡了半夜發生一件事 因為她又感覺到 那個女的又來了 來了以後她就裝睡 然後眼睛與腳都瞇開 就沒想到她靠近她的時候 她竟然沒有嚇她 她做了一個動作 她嫌她的睡智不好看 就把她兩隻腳合過來 病攏這樣子 她心裡想說奇怪 我打開 妳幹嘛把我病攏 她又假裝翻身了以後 又翻過來的時候 又把她打開 她就聽到旁邊 有一個嘆氣的聲音 嘆了一口氣 再過來 再把她腳合併合攏 把她合在一起 不管她幾次 她就是一定要把她合攏 合在一起 然後到最後 演變成到最後什麼情況呢 她如果冬天的時候 睡覺踢被子 這位女鬼小姐 就來幫她把被子蓋上 對 兩個人好成這樣 對啊 整整就這樣子維持這個關係 兩年 到第二年的時候呢 人家對她多好你知道嗎 連她 因為單身汗嘛 衣服都亂丟對不對 她從外面上班回來 人家已經幫她把衣服都 摺好放在旁邊了 那她怎麼捨得搬走 我的天啊 真的是 好 那重點來了 她到底想幹什麼 她到底想幹什麼 為什麼她都嚇別人 她為什麼不嚇我 其實她不知道人家是想嚇她 到後來可能想說 這個男的這麼無厘頭 對不對 其實也滿可愛的 對 好像滿忠厚老實的 原來她喜歡上她了 那好 剛好遇到 家裡在催她說 你不要再一個人在屏東了 回老家來 回老家來接爸爸的事業 你可以回來了 不要在那邊了 她準備要走了 可是她決定在走之前 要弄清楚 這個女的到底是什麼來頭 為什麼這樣對我 為什麼對我那麼好 問誰呢 我不是說他們裡面的 有一個警衛在門口嗎 已經在這個地方 坐了幾十年了 她決定去問那個警衛貝貝 這個女的到底是誰 你們有沒有看過她 結果警衛貝貝 聽她這樣講說 我就知道你一定會看到她 我也知道她對你一定有意思 因為她嚇別人嚇得 都嚇得非常的非常的 等於說很難看 七孔流血 然後那個整個頭髮 那樣嚇起來 那樣嚇人 只有對你 每次對你都那麼好 你知道嗎 她說我也看得到她 可是這兩年來 她對你真的很好 我想她可能喜歡上你了 好 那警衛貝貝 那她到底是誰 這痴情的凶宅女鬼 到底是誰 稍後告訴你 刷子 你知道嗎 他說我也看得到她 可是這兩年來 他對你真的很好 我想他可能喜歡上你了 好 那警衛伯伯 那她到底是誰 為了什麼 警衛伯伯跟她說 進到你們那個社區 你不要看到旁邊一個警嗎 有啊 很早的時候 早在他們這個地方 還沒有蓋這個宿舍的時候 那麼這個女的是住在附近的一個 等於他們的這個 相關機構的鄰居 那麼這個女孩子 在她還讀高中的時候 去愛上了她的學長 她的父母知道這件事情了 所以她不會讓他們在一起 因為她才高中生嘛 父母要逼她 然後要把她帶到南部去 要跟她的學長全部都分散 她不要 就約她那一天 就約她的學長 一起來這個地方 永結同心 想了一個民捐傳說故事 假的 千萬不要相信 然後月老不是牽紅線 所以就在自己的小指頭 綁紅線跟男朋友 學長綁在一起 約好一起跳井自殺 她先跳 她跳了以後呢 因為那個重力加速度 兩個人沒有一起跳 線斷 她掉下去了 而且沒有跳下去就算了 學長嚇到了 她跑掉了 她沒有跟人家講 她在裡面 沒有人跳來救啊 沒有 然後呢 等到發現的時候 是因為那個警發出 那個臭味 人家發現裡面有一具女屍 所以後來因為這樣 這個女孩子就一天到晚出來嚇人 一直到他們蓋的這個宿舍 因為還出來嚇人 所以才把這一個警給封了 而且加了鎖 就是怕人家 又去把它給打開 又讓她出來嚇人 她聽完以後覺得很難過 不過因為她自己本身 她並不愛這個女鬼 所以她也只有跟她 說再見了以後 就離開了這個地方 現在這個宿舍 全部都產平了 也不知道這個女鬼 是不是還留在這個地方 這個故事只告訴你一件事 男人是靠不住的 你在幹什麼 你要把這些男人都弄死的 怎麼會比較危險 對 那個人已經在流鼻血了 差六次了 嘉義 動作很快 來 社區主委非常熱心 很好 蓋個涼亭 可是蓋梁蓋著蓋著 打開了死亡零件的通道 那邊變成阿飄的樂園 這是怎麼樣故事 有時候我們真的一定要 所謂相信 有時候有些那個 早一輩人 老一輩人 告訴我們就是說 這個地方叫你不要亂動 那你就不要去煽動 那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在日據時代的時候 它是一個日本的軍營 那過去的時候 日本的那個就是說 在台灣人要是犯了法的話 需要就是判死刑的話 在那個地方通常都是把輪犯 押進軍營裡面去處決 都砍頭嘛 砍頭完之後 然後那個軍營裡面的話 也有一個神社 就日本他們那個神社 也放在裡面這樣 結果那個二戰完之後 因為日本戰敗 那日本人的話就回到了 那個軍人就回到他們 日本本土去 那緊接過來就是政府前來 就是國軍就進駐了 因為那個日本人 其實我這必須要講 日本的軍營實在建得 真的非常好 然後那時候我們的國軍 一看到的時候想 這個軍營都已經蓋得那麼完善 那這根本就不用改了 那就直接就進駐進去 進駐進去之後 只要看到日本的東西 像例如那個神社 一定拆 拆掉 一定把它拆掉這樣 他就把它給拆了 自從那個神社被拆掉之後 然後這裡面的這個營區的軍人 就大概他平均大概 兩年到三年之間的話 就要傳出一個什麼 例如什麼自殺啦 或者說殷公出去外面出差的時候 然後就出了車禍 就死亡這樣 軍人雖然是非常的硬邦邦 可是碰到這種情況的時候 都不帶鐵齒 所以三不五十的就看那個 每一年的農地區業的時候 那個軍營裡面自己就辦法會 還是要祭拜 還是要祭拜一下 然後甚至把他們那個什麼 營旗 連旗就這樣弄出來 保平安 保平安 那個地方就是一個營級的一個單位 後來之後那個 我們不是整個國軍 就開始金石案出現 出現之後那個地方 就開始就變成了 一個叫補給聯 就等於縮編了 在大概民國 民國大概差不多九十六年 到九十八年之間的時候 有把一些眷村給拆掉 那時候南部的眷村拆掉的模式 就是我這邊的土地先蓋 也是我軍方的土地 蓋一批集合住宅 然後我再把那個眷村那邊 再拆掉 把這邊的人搬過來這邊 等於有點 這樣子東挪西挪那種方式 眷改案 也因為這個案子 所以後來就把那個軍營 就給拆了 因為後來把部隊移走了之後 這個地方就留下來 就給他拆 在施工期間的時候 那個他們找來的那個建商 就光布他們委屈的建商 然後來挖地基 就已經有挖到了 大概差不多將近 二十多巨人 日軍的那個遺憾 日本軍人 日本軍人 那時候也曾經有找過那個 法師 然後來做一些這種所謂的 祭拜的法會的動作 把它做完之後 結果結果那個法師說 整個法師我做完了 但是我必須 因為你們這要動工 怕這個整個動工期間的時候 可能工地會出事 或工人可能會遭遇不測 所以他那時候就沉浸在這個 集合住宅的這個視角跟中間 各放下一個 就有點震煞的那種石碑在裡面 是 中間那個地方還特別找了一個點 就拿著羅盤算了一下之後 在那個地方擺下一個石碑 那石碑多大呢 大概比A4子還在更大一點點 其實並不大 小小一個 很小一個 對 上面寫上了這個整個的一個 那個就是當時的破土的時間 還有包括一些這種 一些那種背後的時候 還下了...畫了符咒這樣 擺下去埋下去的時候 那個時候的法師還跟 整個建造的一個公圖 我剛剛講說 我跟你講 你動了 你一定會出事情 是 結果沒多久 這個房子就蓋好了 不論是建造的房子的一個品質 或者是它整個景觀都很好 因為中間還有一個 像是小花園的地方這樣 那個碑就在那個花園的 比較靠近就是比較頂端 北方那個地方就擺在那邊這樣 本來也沒什麼事 第一任主委過去的時候 也沒什麼事 第二任主委就 我們剛剛講太熱心 他講說我們這個社區裡面 有那麼多小朋友 而且有一個老人家 那總得要找一個可以乘涼的地方 好 他就講說那就 好 我也不要去動到這個整個 整個那個大家交的管理費的 這樣子的一個 我自己出好了 因為他也是個退休的一個軍官 有點像是少將退 他說那就好了 我在這個地方有沒有 我自己出錢 大家都不要講話 我們就蓋個涼亭這樣 好 這涼亭有個如期就這樣 很簡單的 大概差不多不到三個月就蓋好了 蓋完了就開始出事了 出什麼事 晚上的時候過十點以後 因為平常都還有一些 大概就是什麼老人家 在那邊什麼下棋 泡茶聊天打屁啊這樣子 大媽在那邊這樣子 嚼舌根這樣 結果到晚上十點鐘的時候 就有一個 住在裡面的一個住戶 他就是他下班回來 摩托車才停好 擺好之後一看 我想怎麼會有四個日本軍人 然後叫 一條線的這樣子 魚掛的這樣子 從這邊走過去 日本軍人怎麼會這樣 他想反正晚上可能 有人來拍起來怎麼樣 要不然就是有人要穿著戲服 然後來這邊玩這樣 他也沒有想太多 後來的時候他也就回去了 又再過幾天的時候 就有一個媽媽 帶了小孩的時候要出來 要出來買宵夜 結果一出來宵夜的時候 又經過中間那個 中庭的花園的區塊的時候 結果又看到了 一個日本軍人的 一個穿著日本軍人的一個男的 然後就站在那個涼亭裡面 就站在涼亭裡面 是背對著他們 畫面好恐怖 就背對著他們 結果這個媽媽 就牽著小孩子就想 哇... 你沒搞不清楚狀況嗎 你知道這個地方是什麼地方 眷村耶 你穿著日本軍服在裡面這樣子 然後這樣子 你現在是怎麼樣 小日本鬼子 欠奏嗎 是哪個二百五有沒有 然後這樣 他就準備要過去的時候 帶了小孩去罵人 才走了將近快 大概五公尺的時候 突然間就看那個日本軍人 就想說 往前 就是背對著他 往前走了大概差不多半步 就不見了 咻...一下就不見了 他不見的時候 這個媽媽就開始就覺得 如果不是我眼花 那就是只有遇到鬼 那就可能遇到鬼了 嚇死了 趕快抓小孩子有沒有 然後他跑回去 然後就趕快找那個主委 就跟那個主委 就啪啪啪啪這樣跟他講 我跟你講我看到一個 一個日本鬼這樣子 結果那個主委說 怎麼可能這有日本鬼 什麼時代了 現在還有日本鬼這樣 結果他說 你一定看花也 也就不理他 可是這樣類似的 目擊到這個 有日本的這樣子的一個 像穿著日本軍服這樣子 不知道是人還是鬼了 這樣子的一個事件 差不多後來累積到 大概七件到八件之後 這個主委就開始覺得不對 他覺得不對 一直到後來之後 有一個 有一個也是伯伯 他喜歡走樓梯 他不坐電梯 直到那個伯伯 有一次的時候 就走那個要下樓 就是要當運動的時候 在三樓那裡 當下看到了一個沒有頭的 穿著日本軍服的 那個玩意兒的時候 然後昏倒了之後 然後這個主委才開始 真的覺得不對 不對的時候 他就開始就問前面 前面那一任主委 因為他是第二任主委 他就問第一任主委 就說怎麼 我來當主委 你當主委有沒有發生過這事 主委說沒有 那為什麼我當主委那麼倒楣 怎麼會碰到這種 奇奇怪怪的事情 而且之前什麼事情也沒有 為什麼 為什麼突然間 會變這個樣子呢 結果那個第一個主委說 這個你弄清楚 結果因為他們都是軍方 退下來的 所以他後來之後 他就去找了那個 找了透過關係 他就找了那個當時監造的 那個建設公司 就在建設公司的時候 有人想說 不會啊 那個時候我們曾經有挖過 一些日軍的那個 骨骸在那邊 可是 好像也沒什麼狀況 因為那個時候有立碑 有擺在那邊這樣 擺著 擺得好好的 也沒什麼狀況 聽說不要動他就沒事 這個主委 第一任主委聽完之後 回來跟第二任主委說 聽說我放四個碑 然後有五個碑 結果中間還有一個碑 你會不會正好好死不死 你的 你動的是中間那個碑 尤其中間那個碑 最不能動 最重要 因為那個地方 就是你剛剛講的 那個就是最陰的 巨陰的地方 第二任主委說 真的是這樣嗎 結果他就開始 就去找那個 當初蓋這個糧亭的這個 等於算是監工就對了 這監工就說 你在挖 蓋這個糧亭 在挖 在做下面整地的時候 你有沒有發現到什麼 然後有啊有看到一個 大概就是這個A4紙 A4紙差不多大一點的 這樣的一個小石碑這樣 他說那個石碑 現在在哪裡 我挖出來之後 我也不曉得那是什麼東西 我就把它拎了之後 然後就把它擺在 那個社區的後面 就靠近他們那個 垃圾場的位置 就放在靠的那個圍牆 牆邊 我就不管他 這個主委趕快跑去 那個地方去看 就看到那個碑 果然還在那 好險 還在那邊 因為當時有講過 這個碑如果裂開 那不得了 事情更大 後來這個主委就說 趕快把它弄回來 弄回來 總要把它鞍回去吧 那怎麼鞍 這個糧亭已經蓋好了 對啊 你再猜 那這樣子問題 大家就會想說 是不是有什麼狀況 更不好 所以後來之後呢 這個主委也滿聰明 因為那個糧亭裡面 有個石桌在那邊 他就在花錢找人 把那個石桌打掉 然後去把那個石碑的 就石桌下面那個地方 開了一個洞 一個這個長方形的洞 大 把它挖起來之後呢 再把它石碑安進去 安進去之後呢 然後再用土把它填起來 自從這個石碑放回去之後 就沒有再也沒有人看到 所謂的這種日本鬼 的這種 這種阿飄有沒有 在那邊飄來飄去 晚上走來走去 所以我跟你講 如果人家告訴你說 叫你不要動 他一定有他的道 你隨便亂動 會出事 就是要做任何的改變的時候 先把事情問清楚 因為那個再不安回去的話 可能 本來 我在猜本來只有一個班 是 大概後來之後 會來了一個營灰一個旅 對 應該都來了 應該都來了 好的 接下來是台南 今天 要幫他掛號 今天要掛號 來 好...冷靜 誘惑人自殺 這個就開啟一種自殺的輪迴 俊耀哥是怎麼樣的輪迴 就上次那個 來 記得嗎 來 記得嗎 上次有跟大家修過這張照片 你的朋友嘛 這個是今年 今年這個過完年的發生的事情 就沒多久 然後這個 對 所以這個是他自殺前所割完 割完所留下來的照片 這個人叫小柔 小柔 小柔他是屏東人 那屏東人他到台南來工作 到台南工作的時候 他就租了一個房子住 這個房子的隔壁 前不久 就是他住的時候 有一個男人 失業的男子 燒灘自殺在裡面 因為他小柔從小就有陰陽眼 所以他看得到一些東西 他有看到這個東西 有 倒是有一團 像就男鬼跟著他 那他不以為一 因為他覺得他也沒有對他 有太怎麼樣 可是就這樣跟著他 跟了一年多 可是他開始覺得那個男的 不是只有跟著他 他還會進到他的夢裡去 他晚上做夢會夢見他 而且他覺得說 那個男的在夢裡跟 跟他白天的時候 就一直好像在推動他 要他自殺 你跳樓吧 他住在十樓 跳下去吧 跳下去 跳下去你就舒服了 之類的 我就不會再跟你 我不會糾纏你了這樣子 所以他就這樣被 一直弄到神經非常的緊張 是 好了 他就去找了 我台南那個法師朋友 法師朋友這麼一 然後一掉 一掉這些陰間的步子 一看他的前世今生 各位 我上次不是講 前世今生 你不要以為沒有這件事情 一看小柔 他第一次是 人啊 像蝦子一樣 人蝦 這什麼意思 什麼意思呢 在這一世裡面 他是一個他想學什麼 學姓凌君 說哪怕死 也要荒淫而死 這麼快樂 要這麼快樂 所以說他不但娶了 三妻四妾就算了 他只要聽到那個附近的村落 有出現美少女 他就要去用他的權勢去 染指人家 對 就染上了一個叫小柔的 那個小柔在那一世裡面 他才十六歲 十六歲的時候 他就被他用他的權勢 給侮辱了 可是問題那個小柔 他有一個要好的男朋友 那兩個人因為這事情 想不開 兩個人就殉情了 就死了 第一次 就死了 那死了之後 這一個對這一個 土豪獵勝來講 他覺得這算什麼 對不對 他就繼續這樣荒淫 但是我們不是有 任督二賣嗎 他的督脈就斷掉了 斷掉了督脈的時候 人就開始彎腰駝背 整個人越來越彎 就變成像蝦子被燙熟了有沒有 又萎縮起來這樣 然後變成用爬的 所以那一世的人 就後來就戲稱他叫人蝦 就像蝦子一樣 是 他在那一世 就這樣要活了二十幾年 每天用爬的這樣子 最後二十幾年好苦 很苦 活到八十四歲 死了 OK 這是他的第一世 到了第二世 第二世他叫做 豬道人 他是一隻豬 這隻豬有一天 跑... 竟然跑到有一間廟裡面去 台南的這間廟 這個住持看到他 好像是一個有靈性的豬 竟然這隻豬 會聽課 會聽課 而且還會鼎禮膜拜這樣 那有靈性喔 有靈性 所以那個住持跟那個 整個廟裡面的這些弟子 都覺得說這隻豬是 來修行的 來修行的 所以他們就叫他豬道人 好啦 有一年 那個呢 這一個住持 就跟他們的弟子講說 我要去講課 去傳法 那我如果不在的時間 如果他死了 這隻豬死了 豬道人死了 你們就一定要 把他的屍體給肢解 然後分送給左林右舍 的這些名家給他們吃 大家聽說是... 師父講的事 可是他們想說 祂是得到的豬 我們怎麼可以這樣子 怎麼可以把祂分屍 可是師父走了之後 真的死了 那豬死了之後 豬道人死了之後 他們想說 怎麼可以把祂分屍 就把祂埋了吧 大家大師兄 二師兄大家都說好 就把祂埋了 買了之後 住持回來了 問說豬死了 OK 肢解了沒有 沒有 在哪裡 就看師父 這邊走一看 到了祂埋豬的地方 那個 住持 拿起祂的法杖就 我辜負祢 我辜負了祢 老和尚喃喃自語 說辜負了一頭死豬 這離奇故事 會如何發展下去呢 我辜負了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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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時候住持來告訴他們 說這個豬道人 是來這邊 是因為祂的前世 是一個荒淫的人 就是那個人俠 是個荒淫的人 所以祂在祂死的時候 受到非常多的痛苦 但是還不得以超渡 去輪迴 所以祂就變成脫身為豬 然後是要來求能夠超渡的 可是祂必須在這一世裡面 得到之後 修完祂的功課 祂必須要把祂這個豬的身體 肉身給分散掉 就打散掉 祂才有辦法去輪迴 結果你們竟然沒有照我的話 把祂給肢節 天意 祂說天意是如此 那也就沒有辦法 但是那一個住址就講 三十年後 三十年後 在我們這邊的某一個村 會出現一個清官 這個清官會因為 被陷害 然後會被處以疾刑 就是這一隻豬轉世的 再投胎 還要還 好啦 結果果不其然 三十年後 那當然那個住址已經原疾了 真的 那個村 真的出了一個清官 三十歲 但是被祂的舅舅給 幹嘛 陷害 說祂憐人家的良家婦女 幹嘛 強暴人家 而且還搜刮人家的金銀財寶 結果果不其然 在祂的家裡面 那個床布底下 搜出來一袋金銀財寶 這哪裡來的 他舅舅陷害了 結果就把祂真的拖出去 給砍頭了 出於急刑 砍頭了 好啦 但是那一隻豬 還是沒有去輪迴投胎轉世 還不夠 第三世的這個小榮 變成一個 有孤啦 烏龜的龜 石龜女 是一個廟 在一個廟外面 有兩座石龜 祂變成其中的一隻龜 坐在上面 在那邊修煉 OK 好 那祂因為那個時候 台南有一個 就是富家子弟 長得很俊俏 才二十歲 結果有一天 就到小廟那邊去走的時候 走的時候 看到這個小廟旁邊有一個小門 有一個很漂亮的女生 在那邊徘徊 祂想要過去 去跟祂親近的時候 那個女生對祂一笑 就走進去了 就不得其門而入 祂想 就一直晚上很想祂 隔天早上一找 又去找祂 一找祂的時候 那個女生還在那邊 已經在那邊等祂了 他就跟祂說 相公 我家裡面寒酸 也沒有一個 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跟你怎麼樣 晚上我去祂家 晚上我去祂家 祂晚上 趕快就回家了 那夏天 就跟祂太太講說 我今天有點中暑 我今天晚上最好是一個人睡 你去睡隔壁房間 把它支開就對了 把它支開 晚上真的祂來了 這個漂亮的女生來 當然兩個人 甘材烈果一夜春宵 快天亮的時候 那天說我得走了 那走的時候 天快亮 你幹嘛走 沒有 我得走了 家裡還有事 但是我明天會再來找祢 真的嗎 好 他一走的時候 太太說你還好吧 我現在開始 要考狀元 我要開始苦讀 這樣子好了 你先幫為娘家去住 住幾個月 我考上狀元 你再回來跟我同房 這樣好不好 瑞德都這樣子 男人 不可以跟太太分房睡 結果 太太說 好啊 你考上狀元 我變成狀元夫人了 是不是 相公 你好好念書 我回娘家去了 他一回去之後 當然夜夜春宵 真的是這個 哪來的念書呢 幾個月之後 開始打散了 眼睛凹陷整個那個 這個爸爸媽媽奇怪 這個小孩子真的夜夜苦獨嗎 沒有吧 怎麼晚上一看 怎麼一個女生在那邊陪他 在那邊玩 兩個人在那邊玩得開開心心的 氣得趕快門一推 幹什麼 奇怪 沒有人 他躺在床上睡覺 也沒有那個女的 都沒有 他就覺得很奇怪 媽媽把他兒子叫起來 說你怎麼長得變成這個樣子 然後他兒子才講出了 小廟旁邊碰到這個女的幹嘛 真的嗎 豈有此理 走 我們找他理論去 好 爸爸媽媽帶著 就去找了 一找 小廟旁邊哪來的小門 都沒有 爸爸媽媽說 這樣 妖精中邪了 是 碰到妖精了 妖精 碰到妖精了 好啦 就開始 求一些道士 法師 看這怎麼來處理 有一個法師 應該出了一個點子 這樣子 這一袋豬紗拿著 給兒子 兒子他如果在來找 這個女生在來找你 你就偷偷地 把他撒在他的頭髮上面 不要讓他知道 這樣我們就可以用豬紗 去追蹤他到底在哪裡 好啦 就按照這樣子 那個女生 果然又出現了 他就把他撒在他的頭髮上面 一隔天早上起來的時候 人果然走了 走了 去找 因為你在哪邊碰到 在那個小廟旁邊碰到 咱們去那邊看看 那個法師說走 大家去 一看 小廟旁邊那樣兩隻石龜 其中的一隻 他看到那上面的紋路有沒有 龜上面不是有一隻紋路嗎 龜殼紋路 紋路裡面都是 一條一條的紅色的紅線 就是他妖精 結果爸爸媽媽跟這個廟裡面 講好了之後 這個是要處理的 這是妖精 開始拿個大槌 砰砰打 把整個烏龜給砸爛的 砸碎的 一砸碎之後 烏龜的肚子裡面有七顆 像珍珠一樣非常光亮的石頭 怎麼錘啊 都錘不破 法師說我來處理 帶著到了台南南昆森的 戴天府裡面有一座祠堂 就從那邊就把它丟下去 在那邊練那些 試了一些法座 把它就葬在那裡 可是隔了半個月之後 那個女的突然一天 出現在那個 那一個男生 那個附加子的床前 她說我沒有附妳 我沒有辜負妳 妳竟然粉碎了我的身體 豈有此理 這樣子 結果那個附加子 一看是她 嚇得昏倒了 結果她那個道士 咳咳咳 自己不請自來的 他說我看你們家屋頂 妖氣沖天 那個爸爸媽媽一天 真的啊 趕快進來看看我兒子吧 那個道士一進來 一看到他兒子就說 你這個妖孽 你這個妖孽 我呢 找你找得好苦啊 就這樣老師 那個附加子突然間 啪起來 嘴巴一張開 一股黑氣啊 衝出來 是 就是那一個石閨女 那一趕快往南邊跑 那個道士突然間也化身 不見了 去追那股氣去了 是 追到哪邊去 不知道 這是第三詩 到了這一世 是 小柔 台南的法師朋友幫他起跡之後 看了他這個三世 就說你現在 就是你的今生今世 你是那個小柔 其實你是上一世的石閨女 然後再上一次的那個 人蝦 就是豬到人 再上一次的人蝦 人蝦 到這一世變成這個 是小柔 然後那個道士 追查他的那個道士 其實就是那個 第一世的那個小柔 他割完的時候 他為什麼要割完你知道嗎 他因為要跳樓自殺 他一直想自殺 趕快打電話給法師 法師跟他說 你現在要保持冷靜 跟我講話 一直跟我講話 這樣子 你不要掛電話 我現在趕快趕過來 所以我那法師朋友 趕到他的台南的住處的時候 他正拿著刀 然後呢 站在陽台那邊說 清醒一點... 法師親眼目睹 他在割 割完 他割完的目的 是要讓他自己痛 然後不要跳下去 他不想死 保持清... 小柔不想死 但是要被控制 清醒一點...這樣子 所以法師一進去 趕快制止了他之後 送他到醫院掛急診 所以小柔... 還沒死 我為了本節目 卻要去採訪的時候 還見到他本人 所以這一章呢 什麼恩怨... 這個恩怨呢 什麼時候能化解 我也不知道 法師也不知道 小柔也不知道 咱們就繼續看下去 等於這個事情 還在繼續延續 還在繼續 到底小柔在這一事 會不會... 會不會怎樣 會有什麼樣的結果 我不知道 對 好可怕 人這不能做壞事 來 新北市 OK 來 這個可惡 砍殺雙親一百零六刀 還要焚屍 這個是個什麼案子 這個地點是在林口 林口 林口 他的門牌號碼是四號 那有人分析這個房子 當然它是一個透天的一二樓 一百來坪 有人分析這個凶宅 是在... 它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所謂的反弓 反弓是... 弓箭的反過來 像一個弓箭反過來的路 那那種東西 各位就要去買透天處 舊房子要注意 那個叫做鐮刀煞 鐮刀煞 鐮刀煞就是裡面會有 一定會有重大的 血的命案 血光之災 那回到民國八十七年的時候 那這棟房子是一對夫婦 我們大家都很清楚 叫靈茵樹跟針煞肝 他們是做什麼 他們就是做那個斑斗 就是團善 對外的團善 是賺了很多錢 那生了一個毒子 那這個毒子當然有所好閒 平常沒事呼朋喚飲 每個月他爸爸媽媽給他 三萬塊的還不夠 那這毒子有天發覺說 每個月三萬塊不夠了 但也給他名車開 他就嫌那個錢太少 在八七年的十月十號 雙十節 這位毒子就帶很多人回來 呼朋喚飲來 狂歡 他老爸回來了 靈茵樹看過他看 你這個好心想不長進 搞了一些什麼 什麼一些 呼吸鼓掌回來 就有人 因為他那呼吸鼓掌裡面 大家就傳出來說 有人說 討回來了 這位當然毒子就發覺說 呼朋喚飲這麼多 他是面子不夠 就注意有四個女的 兩個男的連同這個毒子 晚上的時候 趁他那個爸媽媽睡覺的時候 就在家裡拿了兩把菜刀 四女兩男就直接上去砍 砍這個毒子的爸爸 五十幾刀 那媽媽就趕快跑回來 跑到從二樓跑... 跑到廣場下來 也被砍五十幾刀 後來當然警方去查這東西 總共這對夫婦 總共生中一百零九刀 其中一百零六刀 是這個毒子砍的 為了前下毒手殺害父母 真的和風水有關係 還是另有原因呢 那當然屍體在那邊怎麼辦呢 要故作懸疑嘛 乾脆幫他注射那個氫化鉗 好像是這個中毒身亡 那當然屍體在那邊怎麼辦呢 要故作懸疑嘛 但屍體在那邊怎麼辦呢 弄爆炸 造成什麼 意外 因為他們覺得 他們直接弗性勾動 講說你這樣還可以拿到什麼 保險金嘛 還可以拿到保險金 甚至有人講說那你可以 你父母死亡沒關係 還可以收地儀賺錢 當然後來後來查到因為 查完之後就是這個 因為行蹟敗漏 手段非常的粗糙 當然後來警方在這裡面 發現到這一百零幾刀裡面 是刀刀劍 刀刀劍血 而且是什麼 血流成河 那當然是很恐怖 但如果這個案子很簡 很快就結束了 結束當然在最高房間 就判是唯一的死刑 在經過四年之後 也在北索裡面就執行槍決 就是在槍決完畢了 這棟房子從現在 已經接近十幾年 從八十七年命案到現在 大概十幾年 這棟陰宅 不是 這棟豪宅 這棟誰說 兇宅 完全沒有辦法動出去 然後很多的 地理師 法師去看 也沒有人敢買 你們過去那個 紅肉團那個還能敢買 這棟房子裡面號稱為 到現在位置 還停留在那裡 我還說順便要提醒很多的 電視界前面的朋友 就是說對小朋友 不要太溺愛 那當時的時候 你說他有沒有管 他的爸爸其實打他 打得很兇 他為什麼後來 會殺他的父母親 是因為在動手之前的時候 他爸爸又有成績 因為他花錢花太兇 而且每天就跟他女朋友 把他父親勾長 每天混 花很多錢 所以後來 知道他父親把他狠狠揍了一頓 揍了一頓之後 結果他裡面有一個朋友 就跟他講說 你爸爸你媽的細衣 我不要錢都喝的 乾脆提早就讓他死 以後的話有沒有 錢全部都是你的 他是他的一個 原來的動機的理論在這裡 然後在檢察官 在偵訊的時候 幾次媒體在拍他的時候 他還有冷笑 他對你還要這樣 一副而起來 還要這樣子 故意給你們看之後 來...來拍啊 這樣 無所謂的樣子 最後是在扶法前 是有毀意這樣 好 今天講了很多的兇仔 同時我們也請到一個 神經病女貓好不好 今天謝謝大家 告別擁有了 ... others 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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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